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导致纽约股市大跌 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方斌 好的 星期四这个川普总统宣布要对中国征收惩罚性举要关税之后呢 投资人立刻闻到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的硝烟 再度担忧经济增长的将会被削弱 纽约股市三大指数呢是一起暴跌 跌幅呢均超过了2% 那么四点钟收盘的时候道指下跌了722点 跌幅达到了将近3% 收在了23960点跌破了24000点 标普五百指数呢是下跌了2.52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2.4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受到川普宣布的影响 今天纽约股市当中的中国类的高科技股呢 受到的重创是更为严重 阿里巴巴跌了 百分之五点四八 微博跌了百分之七百度跌了百分之五点五七 而腾讯科技是跌了超过百分之十 川普总统在今天中午做出宣布之前呢市场已经知道这一消息 上午呢道指最多的时候跌了不到500点 那么川普宣布了决定之后股市呢还略有回升 但是到了下午三点之后三大指数再度一起下探 那么美国国会知识产权委员会表示说 美国将对1300多个中国产品线 包括100多个大类征收关税 以产生500亿美元的收入 解决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 这些产品包括了从中国进口的鞋子 服装到电子产品 时报还说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的影响力 将会比之前川普所宣布的 钢铝征收关税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而且更集中 因为它也将对美国的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 他们是中国进口商品的大量的购买者 另外呢市场观察报说 白宫与中国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上的摊牌 实际上是一场有关未来的战斗 川普政府的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阻止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 先进的无线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呢 占据领先的技术 预计呢川普的这一宣布将针对未来几年 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一些敏感技术 白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告诉市场观察说 如果中国支配未来的技术 美国将没有未来 市场观察报还说 白宫正在为跟中国谈判 找到解决办法而敞开大门 但中国已经发誓呢 要进行报复 一位分析人士说 我们认为双方仍然打算进行谈判 并且呢很可能避免全面贸易战 然而要避免贸易战呢 取决于双方 报道认为中国不可能在华盛顿 或世界各地获得太多的同情 这一次呢 跟之前欧洲和北美反对美国征收 钢铁关税的情况是不同的 好的 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